2025年末,太阳系上演了一场千年难遇的器官 天文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 随着星际访客3阿特拉斯进入内太阳系 另外6颗彗星在相近的时间段内 恰巧相继进入内太阳系 这在天文观测上 形成了一场难得的宇宙交通拥堵表观景象 在这波彗星访团中 C2025A6LIMON彗星 预计将在11月点燃夜空 有可能会达到肉眼可见的亮度 而更令人震撼的是 C2025F2 SWAN 它已拖曳出一条视觉长度上 横跨五个满月的巨大会位 在天文望远镜的影像中 宛如一把刺入星空的利剑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 显示这些天体间有任何关联 但这一系列天体在相近时间到访的现象 让一些学者以及很多网友的想象力 瞬间引爆 出现了很多猜想 特别是让外星飞船的猜测 再次受到关注 但根据NASA和ESA 截至八月末的公开信息来看 三 阿特拉斯仍被归类为星际天体 然而 在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中 一个更值得用科学态度审视的 曾被主流科学界搁置的终极猜想 再次被推到了舞台中央 那就是配种论 这个假说大概表达的是 人类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本质上都是外星产物 我们生命的始祖 会不会就是搭着一颗星际彗星的顺风车 才意外地降临到地球的 现在 请打开你的脑洞 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高级文明 如果发现用血肉之躯进行星际殖民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最聪明 最经济的办法是什么 答案或许就是 扔石头 将生命蓝图最原始的种子 封装在彗星这种天然的宇宙方舟里 然后像播种一样 将它们撒向整个银河系 那么 我们再更大胆地推演一步呢 比如 在遥远的未来 当我们人类的科技 还不足以支撑我们进行真正的星际远行 却又不幸遇到了 像当年带走了恐龙的那种小行星时 我们是否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利用路过的彗星 将生命的火种传播出去 为人类文明保留一丝复活的希望 这个假说的诱惑力在于 它用一种极简的方式 伟大了生命为何能遍布地球 因为我们可能本就是天选之子 是宇宙精心播种的结果 黑种论听起来很疯狂 但它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 我们需要一位星际快递员 而彗星和陨石是完美的候选者 它们的内部有着丰富的多孔结构 就像一个天然的避难所 可以为脆弱的微生物提供一定的辐射防护 其次 生命本身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韧 地球上就有一种叫水熊虫的缓步动物 这种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小墙 可以在真空 强辐射的太空环境中休眠存活 2007年 欧洲航天局甚至真的把它们送上过太空 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暴露了十天 返回地球后它们中的大部分 竟然奇迹般地复活了 这充分证明了 生命具备进行星际旅行的基本潜质 最关键的证据来自这些快递的包裹里 科学家们在坠落到地球的陨石中 已经发现了超过80种氨基酸 以及像糖、碱基这样的复杂有机分子 这说明 构成生命的基础原料 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的宇宙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化工厂 更有一些科学家推测 在40多亿年前 当我们的地球还是一片翻滚着熔岩的炼狱时 隔壁的火星可能已经拥有了温暖的海洋 和相对宜居的环境 生命甚至有可能先在火星上萌芽 然后通过一次剧烈的小行星撞击 将含有微生物的火星岩石抛向太空 最终 就像快递一样 恰好投递到了地球 一切听起来都很合理 对吧 但是 黑种论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逻辑深渊 它就像一个完美的因果链刺客 它没有解决起源 只是巧妙地把问题无限期推迟了 即使生命来自火星 那火星的生命又来自何方 最终 这个追问会指向一个我们至今无法回答的终极谜题 第一个 能自我复制的火花 到底是如何在宇宙中点燃的 而且 星际旅行的存活率到底有多高 即便有水熊虫这样逆天的例子 但在长达数百万甚至上亿年的星际漂流中 要持续不断地承受宇宙射线 极端温差和最终撞击的考验 一个微生物成功存活下来 并感染一颗行星的概率 可能比你天天中彩票投奖还要低得多 因此 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天外来客 相当于回避了最核心的创造之谜 这迫使我们必须将目光收回 聚焦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生命能否始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而我们 是否又恰好就是那个宇宙的天选之子 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伟大突破 如果真是这样 那地球上的案发现场又在哪里 要说地球本土的生命起源假说 最经典 最广为人知的 莫过于原始汤假说 时间回到1953年 两位科学家 米勒和尤里 进行了一个化时代的实验 他们在一个烧瓶里装入了水 甲烷 氨气和氢气 模拟早期地球的海洋和大气 然后用电火花模拟闪电 仅仅一周后 奇迹发生了 烧瓶的底部 出现了一层褐色的粘稠物 经过分析 里面竟然含有多种氨基酸 也就是构成蛋白质 组成我们身体的基本积木 这个实验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因为它似乎证明了 在早期地球的环境下 从无机物到有机物 再到生命的基础单元 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逻辑很简单 早期地球的海洋 就像一锅营养丰富的原始汤 里面溶解了各种生命的原材料 天空中的闪电 不断为这锅汤加热 最终 在某个幸运的时刻 这些食材就自发地组装成了 第一个生命 听起来是不是无比可信 但是 这锅汤也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叫稀释效应 想象一下 早期地球的海洋是何等浩瀚 那些刚刚形成的氨基酸分子 就像一小撮盐撒进了太平洋 它们彼此之间相遇 并发生有效反应的概率 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好比 你把一整盒乐高积木 倒进太平洋里 然后指望海浪 能帮你自动拼出一座太极灵 这可能吗 更致命的是 第二个问题 现代地质化学研究告诉我们 早期地球的大气成分 可能并不是米勒 尤里实验里假设的那样 富含甲烷和氨气 而更可能是由二氧化碳和氮气主导 在这样的大气中 闪电的火花可能根本点不燃这锅汤 原始汤假说为我们提供了食材 却找不到一个能让食材高效烹饪的厨房 那么 有没有一个地方 既能浓缩这些化学物质 又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呢 我们的探索方向 由此转向了幽暗的深海 在数千米深的 阳光永远无法照耀的海底 存在着一种奇特的景观 深海热液喷口 也被形象地称为黑烟囱和白烟囱 它们是地壳的裂缝 不断向外喷出富含矿物质和化学能量的高温热液 因此 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相信 这里或许才是生命的摇篮 首先 它完美地解决了稀释问题 这些热液喷口 布满了蜂窝状的多孔岩石 就像无数个天然的微型试管 海水流过这里 各种化学物质 被有效地浓缩在这些小隔间里 大大提高了它们发生反应的概率 这里 就是一个完美的天然化学反应符 其次 它提供了持续的能量来源 碱性的热液和酸性的海水在这里交汇 它们之间天然的酸碱度差异 叫质子梯度 就像一个微型电池 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化学反应功能 巧合的是 这正是我们今天细胞内部产生能量的核心原理 最重要的是 深海环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保护罩 早期地球表面非常不太平 频繁的陨石撞击和强烈的紫外线辐射 足以摧毁任何刚刚萌芽的脆弱生命 而数千米的深海 则为这一切提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伊甸园 这也是部分科学家猜测 像欧罗巴这样的星球 可能存在生命的根本原因 但是 这个看似完美的假说 也有一点 一些黑烟囱喷出的热液温度 高达400摄氏度 这种不稳定的高温环境 很可能会破坏那些刚刚形成 结构还不稳定的复杂有机大分子 最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在一个如此动荡的环境中 实现遗传信息 比如RNA的稳定复制和代代相传 热液喷口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能量引擎 但生命的核心在于信息 从混乱的化学世界 跨越到有序的信息世界 这最关键的一步 该如何完成 我们需要一个 能同时提供能量 矿物质和组装平台的万能工匠 这个万能工匠就是黏土矿物假说 这个听起来有些土的假说 却可能解决了从化学到信息的关键难题 这个假说的核心是 某些黏土矿物 比如 蒙托石的表面 可能扮演了第一个遗传模板的角色 这听起来很神奇 原理其实很简单 想象一下 黏土是由极小的 层层堆叠的晶体构成的 在微观尺度下 这些晶格的表面 带有非常规整的电荷 就像一块分子级别的尼龙搭扣 它们可以精准地吸附 并排列好那些漂浮在水中的有机小分子 比如构成RNA的核甘酸 然后促进它们像穿珠子一样连接成长链 这不仅仅是猜想 科学家们已经在实验室中成功地在黏土矿物表面 合成了RNA长链 黏土不仅提供了装配平台 它本身还能充当催化剂 大大加速了化学反应的进程 然而 挑战依然存在 黏土能帮助组装 但它本身是被动的 如何实现从被动组装到主动的自我复制 并开启演化这个伟大的进程 这个假说似乎仍然缺少一个 能驱动生命不断迭代进化的马达 我们似乎又走进了四胡同 每一个假说都解决了前一个假说留下的部分难题 但又都带来了新的未解之谜 于是 我们不禁要重新思考那个最初的问题 也许 我们一直执着于在地球上寻找一个唯一的答案 本身就是错误的 也许 生命的起源 本就与星辰大海密不可分 我们从闯入太阳系的星际彗星出发 便立了宇宙播种 原始汤 深海热泉 再到黏土矿物 黑种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 生命在宇宙中漂流的宏大图景 而地球上的各种假说 则试图解开生命从零到一的那个起点之谜 或许 真相并非单选 而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宇宙接力赛 第一棒 本土创造 在地球的深海热泉或黏土表面 完成了从化学分子到生命信息的 从零到一的精式一跃 第二棒 星际助推 彗星和陨石则在行星间 交换着物质和可能的最初生命形态 极大的加速和丰富了生命的演化进程 这甚至为大过滤器假说 提供了一个阴郁却合理的视角 那个阻碍宇宙充满文明的巨大屏障 或许就是从零到一这一步本身 生命的火种难以点燃 但一旦点燃 却可能借助配种论的方式缓慢传播 这或许就是宇宙如此寂静的原因 无论答案如何 对生命起源的追问 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最壮丽的探险 我们仰望星空 思索来处 这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正是生命最动人的禀赋 而这条探索之路的终点 或许正等待着你我去共同见证